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49回 却说徐凤年站起身呢 发现陈瑜妄想萌充战舰上的男子背影 有微貌遮挡 看不清他的脸色 但给人感觉有些异样 徐凤年斜撇了一眼 那几个还在喋喋不休的广邻贵族子弟 等他们下意识惊吓闭嘴后 才转头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子 大渠道 怎的 你相好啊 他淡然摇头道 他曾提及书法与剑术相通之处 见解独到 草书留白 少而神书 空白多而神秘 笔势开河聚散 放在剑术上 假若瑰丽雄旗 不如 这徐凤年很没风度的打断 纸上谈兵 无趣的紧呢 陈瑜不再说话 以笑致之 对牛谈琴吧 徐凤年虽说杜亮小心眼窄 不过呀 还剩下一点自知之明 他自嘲道 咱们哪 的确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陈瑜啊 既然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你不妨明说了 可曾有心上人 陈瑜平静的说 如果有 你是不是就宰了他 听到从美人嘴里边说出一个杀气凛冽的宰字 别有韵味 这徐凤年大言不惭的哈哈大笑 你这性子我喜欢 做弟媳妇正好 陈瑜望向大雁机 那儿有一个一身蟒袍几乎被撑破的臃肿男子 他没来由的叹了口气 徐凤年小咪咪的问 别吓唬我啊 你跟广陵王赵义都有牵连 陈瑜脸色如常 没有作声 徐凤年双手插入袖口 轻声道 走了 回北梁 陈瑜没挪动 他犹豫一下 有人要去京城 你拦不下的 徐凤年停下脚步 一脸玩味道 不是 谁这么蛤蟆乱张嘴 动不动就要吞天吞地啊 陈瑜盯着世子殿下的脸庞 没有任何玩笑意味 徐凤年脸色古怪起来 陈瑜弯腰 拾起一束地上的芦花 丢入广陵江 我三岁时便被龙虎山与青天剑一同算了命格 数月桂入庙阁 一旁冷眼旁观的羊皮球老头没好气道 不是当皇后就是当贵妃的好命啊 徐凤年呕了一声 没了下文 一线朝朝头每推进一段距离 身边有美币笔墨伺候的世子骚客 挥毫写完诗篇之后 就要由有人呢 大声的朗诵而出 赢得满堂贺彩以后 再将诗文连同宣旨 一起丢入广陵江 说是记性成福 其实谁都明白 这些精心雕琢的诗词啊 早就打好复稿 一些肚子里边墨水不足的士族子弟呢 少不得在官朝之前很长时间呢 都在绞尽脑汁 更有无良一些的呢 干脆砸下金银去跟韩族书生买些 一次价钱积许 就看买家出手阔手程度 以及卖家文字的档次质量 少则十几两 多则黄金满盆 北梁世子早些年 是这个行当里头最负盛名的冤的头 听到随着大朝连绵不绝的永颂声 自然呢熟悉其中的门道 不断有世子出口成章 朗朗上口 与广陵江上水师雄壮君资式交相呼应 还真有那么些王朝鼎盛的味道 很能让老百姓沉浮于藩王赵义的威势之下 徐凤年没有让陈瑜如愿以偿的在那个话题上刨根问底 只是抬头瞥了眼广陵王赵义 看着那模模糊糊的体型 真像是一座小山 这头肥猪身下压过的春秋王国皇后就有两位 至于沦为阶下囚的公主嫔妃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手指加上脚趾头都未必能数得过来 当初赵义领命压阵广陵 传言每隔几天就有前几日还是皇室贵胄的华贵女子 不堪受辱 头紧的头紧 吞拆的吞拆 上吊的上吊 厄名远波 王朝上下 与北梁的楚禄山不相伯种 不过若是以为赵义只是个糟蹋贵族女子的好色之徒 还真小觑了这位三百多斤重的大藩王 徐霄所在的贫瘠北梁 与燕辣王所在的门荒南堂 民风彪悍 北梁更有空悬数十万北莽忽视眈眈 但平心而论 却还是属西楚冬月两大皇朝就地的广陵 最为难以招安扶平 西楚世子风流举世无双 明是大儒啊 也多如牛毛 广陵王赵义若是没点真本事 只知道血腥镇压 而不知笼络人心 那这天下赋税十出五六的富饶广陵 早就满目疮痍了 这对帝国财政运转 无异于一场灾难 当今天子的兄弟 虽不能说个个都雄才伪劣 却还真没有庸禄之辈 黎阳王朝能够问顶江山 除了命数 也是赵氏人力使然 正当世子殿下完成了吕前堂的遗愿 准备离开江畔 一阵不合时宜的马蹄声咒起 徐凤年转头望去 皱了皱眉头 竟由甲昼鲜明的几十轻骑 策马奔来 在人海中硬生生 劈波斩浪般地开出一条空路 许多躲避不及的百姓 当场被战马撞飞 三十余计马术精湛配刀副弩十分的刺眼 趋利避害是本能啊 这徐凤年身前百步距离附近的官朝 百姓早已经推丧闪躲出一条可供双马并驾的路径 为首这一位体格健壮的骑士 倒提着一杆漆黑的蛇毛 面目正颖 一眼便盯住了著作岸边的徐凤年 猛然间加重力到双腿一甲马腹 加速前出 紧要关头啊 一名兴许是和爹娘失散的孩童 不知为何导入这道路上 爹坐在地上只是大声哭泣 那直毛的骑士 却是半点勒僵的意图都没有 只是嘴角凝笑 让人看得毛骨纵然 马道两边分别是广陵士族子弟和寻常百姓 没人敢出这个眉头 一来谁不知广陵王麾下 有水营负责路上安危 再者便是想要做些什么 为时是有心无力 广陵多闻人 可没有铜身铁臂 去拦架一匹急持的战马 急着投胎不成吗 书生一只毛笔 如何当面抗拒这五副长矛 这时夹杂在人群中的一名游侠儿的模样的青年 怒喝一声 不可 双手按在身前两名百姓的肩膀上 高高跃起 想要拦马救人 这位侠义心肠的武林中人呢 显然是由外地而来 小看了那名马上将领的恐怖武力 以及广陵王麾下假释的冷酷 不等他出手救人 一毛挑起 洞穿了他的胸膛 好似这人直冲冲的撞上了毛尖 透心凉 心飞扬 血溅当场 可怜才开始游历江湖的游侠儿 瞬间毙灭 铁毛一抽 尸体便重新坠回人群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碗口大小的马蹄子毫不犹豫的 就要踩他在那名孩童身上 那叙事狂奔的马 轻而易举就能在那孩子身上 踩出两个血坑来 不忍目睹心有气气者有之 瞪大眼睛看得津津有味儿者有之 光顾着震惊畏惧者更有之 骑士杀人抽毛后 朝远处那名一身富贵气质的年轻公子 头一凛冽眼神示威 只是瞳孔微距收缩 比起方才应对那名莽撞江湖儿郎 要惊讶百倍 众人视野中 只瞧见内锦衣外照白球的俊逸公子身形飘逸 脚尖如蜻蜓点水 几次触地便来到哇哇大哭的志同身后 弯腰拎住衣领往胸口一揽 然后一个无比潇洒的急停 修长的身体微微厚轻 脚步不停 面朝高坐于马上的武将向后掠去 武将涌起一股狂躁与愤怒 这小子竟然敢在自己眼前茅下摆弄霞士风范 马上武将再提铁毛 借着马士往那名公子哥胸口就刺去 赫声道 孙子招死 不见那公子如何发力 只见他回车速度骤然提升至极致 迅捷如一道白红 当下便与那战马拉出很长一段路程 将惊吓到茫然的孩童放在一名轻衣女币身边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位强硬锋芒的公子哥救人以后 非但没有剑好就说 而是肩膀一抖 索披胡球被震出体外 由那名轻衣轻袖的女币轻轻接住 她本人再度仰头冲去 长毛来势汹汹 方才展露的救人手法 让人赏心悦目的公子哥 面无表情的握住毛尖 没有任何语言 猛然往后一拽 竟是助长了骏马前冲的万军如雷势头 下一刻 众人瞪的眼睛看得心潮澎湃 像一名士族翩翩家公子 远多于江湖游侠的年轻男子 身体骤停 微微跃起 按住战马马头朝下一压 周边无数旁观者同时倒抽一口冷气 起码有小两千斤重的优质战马 被拦截之后 竟是寸步不能再向前了 马头朝地面砸去 前蹄轰在石板上咔嚓一声 齐齐折断 整匹马壮硕的后半身身躯扭曲 马背上的武将连人带毛都摔出去老远 以他的本事 本不该如此狼狼狼狽 只是这名公子哥的手段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他才在这臭水沟里边翻了船 这武将啊正要借着长矛刺在地上起身 突然感受到一股笼罩全身的冰冷杀技 他才准备顾不得大将风度做出近乎泼皮无赖的对敌措施 就被那位看着秀气温婉的轻衣女币抬脚 一脚将他的头颅踏入地里 死相比那名游侠儿还要来得凄惨 其余其事的卓绝马术在这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几乎同时勒马停下 一时今马思长鸣刺破耳末 这一切不过就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局面彻底的颠倒了 那名脸色清凉如水的锦衣公子 脚下倒着那匹与主子先后毙命的战马 轻轻拍了拍手 妄想其余愤怒与畏惧交织在一起的骑兵 他也不说话 一些个小心翼翼从人强缝隙中亲眼见到这一幕的妙龄女子 没多久前呢 还痴痴眺望江中蒙冲上的伟岸男子 这时候已经满心满腹都是这位公子哥的脸孔了 毕竟对于这些小家碧玉而言 广陵江上那位文武双全的弄潮人 太过渴望而不可及 种种神乎其神的事迹 也只是道听途说 听过也就罢了 最多捧起头肠雪 这类才子佳人爱情小说的时候啊 带入小说里的七碗女子 擦一把同情类 赶出一些自家绅士 不会真以为自己能与那般才情惊绝的公子春宵一度 不会真有那痴情公子与良辰美景 叩门清欢 因此啊 远不如此时亲眼所见的来得刻骨铭心 那公子似乎啊 没那个耐心对峙 向前走了一步 落了锋芒气势的马队 下意识后撤一步 正当轻气回神后 羞愤不已 一阵格外沉重的马蹄声响起 骑士们松口气 直到郑主来了 纷纷让道 一匹淡金色棕毛的汉血宝马 缓缓奔来 以他的出众角力 本不该如此艰辛 实在是骑在马背上的那位体重太吓人了 相貌跟广陵王赵义 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其丑称不上 就是臃肿 马背颠簸 一身细腻精致到近乎繁琐境界的服饰 都没能遮住他那肥肉的颤抖 汉血宝马在王朝内撑死不过百来匹 扣除皇城里二十来匹啊 这京城达官显贵 皇亲国戚武将勋臣 这几类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啊 又分去一半 因此京城以外 不管是谁啊 便是一条狗 只要有资格坐在这种长途奔跑后 渗出血浆的骏马 都有大把的人愿意去认作祖宗 汉血宝马身后 还有一批也是千金难够的青宗宝具 坐着容颜枯稿的灰老者 眼神如刀 两匹马下有一名仆役 马停下之后啊 这人赶紧踮起脚尖 与主子窃窃私语 对着慕容姐弟这边指指点点 对那胆敢跟有水盈 骑足较劲的年轻公子 根本没放在眼里 做奴才的如此 更别提那胖子 从头到尾都没看过举动 足够惊人的家伙 只是笑眯眯盯着几位啊 身段一位比一位风韵妖娆的女子 等大同龄般大小的眼珠子 都忘了拿袖子去擦掉那嘴角的口水 可惜了一身堂堂 苏造工出品的昂贵衣服了 众人是心中哀叹 这位臭名昭著的主子驾到 便是神仙都没法子 再逛灵活下来了 一时间再看那名俊义公子哥 只有冷笑 人心反复 何其精彩啊 那胖子终于记起了 胡乱擦去 垂涎三尺的口水 大手一挥 抢了 那仆仪啊 这辈子最大的本事 就是谄媚讨好和护家护卫了 一听到主子把圣旨发起来 一改原先的卑微姿态 挺直了腰杆 赶忙转头望向那群 办事不利的游损营骑兵 一帮没用的玩意儿 没见着咱们狮子殿下发话了 利索的 抢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王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囊括整个西旧楚王朝 与小半个东越国的广陵 世子的书生义气可谓天罪 这些年虽说广陵王治下 也有豪法子孙 欺男霸女的勾当 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那些个龌龊行径 大多不会如此的明目张胆 没谁傻乎乎的 在官朝圣典上 无数的士族子弟的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京城国子建三万学子 除去江南道 便是以广陵出身的读书人最多 家上有西楚老太师孙希记 以左扑页的身份执掌门下政 成为广陵世子心目之中的定海神镇 一般而言呢 高梁子弟再目无王法 为非作歹之前呢 他也得掂量掂量 但在广陵只有一个例外 那便是赵义嫡长子赵彪 典型的虎妇犬子 没继承到藩王老子的城府 只学会了赵义的好色贪食 欺占凌辱女子 仅就数目而言堪称青出于兰儿胜于兰儿 这次啊去年丑上了一位林青郡守的儿媳妇 足足追了两个郡 最后啊 带着一帮子鹰犬恶奴破门而入 在府上便拨光了那才入门没多久的小娘子医生 事情闹到广陵王那边了 结果堂堂胸口 关脯子秀文确的正四品郡守 给赵义用义柄玉如意当场打杀了 紧接着呀 一名前往京城告状的呃 阎官的财出家门便被拦路截杀 赵义赵彪父子的跋扈能不让人透骨心寒吗 徐凤年笑了笑问道 赵彪 你要跟我抢女人 广陵世子殿下赵彪惊讶的一了一声 似乎感到有趣呀 肥胖身躯 微微的前倾 呃 他终于注意到这位外地佬了 他问了一个很符合他作风的问题 你认识本世子 我跟你很熟 徐凤年微微一笑 不太熟 赵彪一翻白眼 那你他娘为什么话 你放心啊 本世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今儿啊 心情好 抢了你几位女人 回头从王府上还你几个本世子玩腻了的丫鬟 徐凤年有些哭笑不得 这头肥猪怎就跟静安世子赵寻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重量有后者的两倍 可脑子里的货 却估计只有赵寻一根手指头那么大 相信若不是有广陵王赵义护短 身上这三百来斤的肉啊 都卖不出其几文钱去 赵彪撇了撇嘴 自言自语道 嘿 本世子啊 这辈子只佩服一个人 那就是北梁的徐凤年 我徐哥哥 略作有感而发 这位世子殿下没好气的说 还不管开 本世子抢你的女人 那是给你天大的面子 再不失去呀 把你扒了皮 认广陵江了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出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最良好哭 草赐般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 古明的路 不宇旧一湖 帝王江山几谱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